在我最丢脸的时候 你们接受了我 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后来 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 你知道每次我事情失败 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吗 那种安慰的眼神 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 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 你就开心了 一个成功者 就算是被吐了口水 那都是嫉妒的赞美 一个失败者 面对鼓励的掌声 那都是闪了耳光 你们越鼓励我 我就越觉得我自己 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你别这么说 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小时了了大为毕佳 这不是你妈说的吗 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 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 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 还总带过来 你没跟你妈说 你外婆给你做的酱 你都送给同事了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 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 你这个人很矛盾啊 一边说自己不行 一边还要去尝试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怕丢脸怎么了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 是你自己嫌角色小 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 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这有什么丢脸的 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 你喜欢的还能看吗 你知道什么呀 你现在发展那么好 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 我呢 我在干什么 面试四处碰壁 开淘宝店正的家 不跟我造的 我吃的临时都是你给我买的 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唐灿 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 但是唐灿 我们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你的出气筒 更不是你的敌人 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洁洁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 烦死了 洁洁 说真行 我个当律师的 帮洁洁看看合同 你和子秋怀这么不放心 来正好 把合同签了 唐灿和明月来 丰北 你来了 你 你俩这是怎么了 没事 闹着玩 我刚好找你有事 那我们出去说 学长好 月亮 也没什么大事 就在这儿说吧 是这样的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 为了给她撑面子 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 我本来想给你钱的 给你钱也不合适 就买了个一模样的 这 怎么了 这 怎么了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 跟她说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 本来也不多呀 真是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 过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那 我先走了 好 注意安全 好 注意安全 怎么了 又被谈谈吵架了 我再忍住说出 最能伤害她的吧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 最伤害对方的话 真的特别成熟 你别看她年纪比我们都大 那年纪都被狗吃了 就知道跟我撒气 最不成熟的就是她 那你刚刚还滴得出气 我觉得唐叹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漂亮 头脑特别简单 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 直肠子 你这是夸她还是骂她 喂 妈 在客厅选官处第三个抽屉的通名盒子里 吃过饭了 和尖尖聊天呢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不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妈妈想给你聊天 快点 快点 尖尖啊 您好 我是陈婷 陈婷阿姨 您好 您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 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我爸爸也挺好的 谢谢你的关心 我听说你凌霄哥 租在你对面了是吧 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 我也放心 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 下次见啊 再见 阿姨 再见 你妈变异了 我也不知道 她跟她自己想通了吧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考虑什么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 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她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 如果我们宣布恋情 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您真不在乎她们的看法 我在乎 不在乎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一定客观存在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 什么都不想 原来也想这么多 对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很早 高中的时候 所以我把你进我房间 你这么早熟啊 是你太晚熟了 那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结婚了怎么办 想过 想过 你要是结婚了 我就等着你 等着你离婚 或者 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 要是你不离婚的话 我就 一辈子做你哥哥 你等我 这个想法太悲观了 好女孩到处都是 你不明白 像我这样的人 已经没有重新 和陌生经历感情的能量 跟你在一起 是我的本能 是自救 你 如果你不抓住的话 我就会沉衍去 不太明白 虽然我不太明白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你向我伸出手 我都会抓住她的 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 我也没有了 在你跟小哥身上 已经透支了 好可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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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把我拒绝了 现在我的心都证明了 你就是 来 林响 我们喜欢的喜欢 你要干吗呢 去吧 月亮 吃饭了 别磨叽了 来啦 看一眼 来 发点 看什么呢 少女漫画 对啊 少女漫画 你别看那些少女漫画 我在李贤贤房间找到了 还挺好看 我到欧夜看六本 我都不知道李贤贤 你平时看这种书 什么书 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 看那粉瓶那个 一个 一个名叫 贝哥哥腻爱得好困扰 不是 我就不理解了 怎么着 是我跟林响在这儿 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你别看了 你先吃饭 不是 我看看什么书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看这些的吗 他们不是亲兄妹 就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杜娟 杜娟的书 她就喜欢看这种 不 无聊的少女漫画 那你觉得怎么看的 我觉得不好看 没意思 很无聊 你觉得不好看 你看第二本了 我见你啊 不许快啊 让我说 我说 我说 你该吃饭吧你 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 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 我就真想看完 我没想那么多 不过呀 我还真觉得 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 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 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 可惜事越拖矛盾越大呀 不行 不行不行 这事得慎出来 别人的事看得可清楚了 自己的事就拎不清喽 我看得不清喽 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了 我还没看完呢 早工乐事 你并不清�� 我只是记得不清晗 我终于花 outs 但是我就不晓望 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 因为可能中学生的 消费能力达不到 你看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观察了一下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 奶茶店 玩具店 小吃店之类的 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 马上就暑假了 很多店面都已经 关门歇业了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我建议你 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 调整定价 增加一些低成本的 饮料和甜品 就算是暑假 学校附近也会有 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 一定会吸引到 学生进来的 站在经营者的角度 就算你亏得起 也不能让这个店 一直亏下去 你要知道 光靠情怀 是没法生存的 这样吧 我给你出个方案 谢谢龙王阿姨 您的意见我都接受 所以接下来 我自己看着办吧 就不麻烦您了 不麻烦 我和你爸爸是朋友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 是这样 可能我记事比较早 我记得小时候 您抱过我 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你都记得 记得 所以我们家的事 您都应该清楚 您的好意我都领了 还是不麻烦您了 紫秋 你妈也是好意 谢谢龙王阿姨 还是算了吧 你爸 干什么呢 不干活 吓死我了 我 我没找人 那个喜欢的料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千万别看 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 尤其是你身边还有原型 心理暗示太厉害了 好了 我不看了不看了 我干活 不过呢 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 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 肯定就不疼你了 是吗 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 她应该很心疼你吧 是啦 她的确不怎么体贴人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 这就可以了 可是她都不体贴 为什么会觉得幸福 因为我喜欢她呀 她呢 只要站在我的面前 什么都不用干 我看着她呀 就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 都有意义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恋爱脑怎么了 快乐呀 好的呀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说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 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是小哥说要回来吃的 那凑我吃吧 你罗洪阿姨去店里了 你罗洪阿姨是谁啊 那我罗洪阿姨是谁啊 是我一朋友 开咖啡厅的 说去紫囚店里帮忙出出主意 爸 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了 认识挺久了 他是 赫梅阿姨的朋友吧 他自己跟你说了啊 他自己跟你说了啊 没有 我记得呢 我记得他以前是 和梅阿姨化妆敏归他的同事 我还没得生意不妨 你跟他说什么去 他跟他没关系 这么久的事你都记得 爸 咱们这事啊 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的 行 我还没得生意不妨 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她去过你店里 她觉得 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你以后别人能联系来 看她都有新的家庭了 你老这么装 偶段思琳的对她也不好 对 对 不提了 不提了 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我不吃 不是 你说我不好好吃饭 我吃了你还说我 我知道 本人在我们家里呢 小个兄弟你就生我 是吧 我可没中爸啊 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不是你们俩 没出对象吧 没没没没 我们上十四K好兄妹 是什么回事 挺好的 爸 你别打听了 怎么成我打听了 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似的 我是怕你们俩出不好 这我操心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 他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板上吗 魔障了 不过现在对我治好 怎么治好的 我有一样 我有一样 爱的治疗 油腻 爸 你要不要 我这还有一颗小星星 我 我还不要 两个 你给他 两个 我来趁着 你把我来趁着 你把我丢了 你去看 他那位小渣子 啥 你再送一遍 没事 我努力努力啊 好好好 那我就谢谢钱博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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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 拜拜 这水甜的咱们 好好好 拜拜 走过来 你跟钱博在那说什么呢 声声明明 这事儿 瞒人还不太好吗 你别管了 走 打车去 那我先取点钱去 行 你这搞得跟我偷欠你放工似的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给员工发工资 你给员工发工资 转账就好了呀 现在谁还得取现金啊 我下个月再注意 你用信用卡取钱 是吗 我没注意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 你没钱了吗 就是 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那找赵华光耀啊 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耀钱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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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那 那你开店的钱 谁给的 不是谁给的 是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哪有那么多钱 我自己赚的呀 我从开店到现在 用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在国外 一分一分自己攒的 跟赵华光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什么叫赵华光不管紫秋了 什么叫赵华光不管紫秋了 意思就是 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 只管了他两年 后来的生活费 学费 还有现在开店的钱 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 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 吃相得喝辣的呢 不许说赵华 紫秋 你自己说 没什么的 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 不愿意叫他爸 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赵 那怎么可能啊 我又不愿意去他家 觉得别扭 他这不高兴呗 就拿经济制裁我 没事 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这事你怎么不跟李爸说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 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 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 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 你不许老这样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 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 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 不然他知道了 又该睡不着觉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 取钱发工资了 之后怎么办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 等这个月发完工资 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 目前店里有水应该够 每天的食材要水电开销 你还是关店吧 你说什么 关店 为什么要关店 不是 现在处于淡季 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 等到旺季再看 我要是现在关店 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 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 是贺民阿姨的朋友 他以前华中平归台的同事 他为什么帮你 我也觉得奇怪 我这是爸求他呗 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情事 所以我才不能关店 不让人家看了笑话 那你淡季能撑得过去吗 应该差不多吧 小哥 小哥 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 你缺多少我给你 你别胡闹啊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 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 还算好吗 不行 如果我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 谁都不能填这个无底刀 及时之随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 我也不甘心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 都是那种想法 那哪能一样呢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从小就这样 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 你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你们 你别找我划刹 你不是那意思 我能想到的办法 紫秋云应该也想到了 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不是我故意泼凉水 创业都是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 要平常心 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 就更没有全都培经营的道理 我知道 等关机再看吧 实在不行的话 关店呗 大家缺点 如果你确认的话 我会先支援你 虽然不多 但是帮你撑几个鱼 还是没问题的 不用 你自己牵 你也自己留着 行 知道了 那你们商量吧 泼冷水的我 先走了 那这是女王 怎么生气了 去哄哄的 你去哄 你去哄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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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鸭石 你没生气啊 二十几秒 什么二十七秒 男朋友生气 你二十几秒才进来 男朋友 对对对 男朋友 是是男朋友 咱们俩的事情 你先别跟子秋说 省发心烦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她的 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 就没说成我 怕她再心烦 对 我出去买点水果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现在水果多贵啊 我要全不起 小哥 等着我 你这样才是刺激她呢 你好 一共八十一块四毛 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现金 小哥 我很想吃香蕉 香蕉是吧 那行 我去拿 在那边 妈 微信支付 好 我扫您 小票给您 这个香蕉有点生啊 算 这个不要 不要 对 你小票收好 小哥 小哥 等等我 你生气了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 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 我还没穷当那程度 我没说你穷啊 那谁还没有舍头紧的时候啊 本来你想吃什么 干买什么 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我没不让你付啊 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 再付吗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 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月有一大笔金账 你跟哥都没办法 没有我有钱 我想养你 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我知道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怎么不能啊 你养我就可以 我养你就不可以 爸从小养我 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打算 接替爸的位置 继续养我了 赫子秋 你这话说得 有点难听啊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 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我求你 闭嘴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想就养李老板 那是不可能的 你在这儿站多有啊 你一直在 你家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一个富二代 怎么可能缺钱啊 跟你没关系 你别多了 赫子秋 别人关心你的时候 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 到处乱扎吗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 劝劝你自己 行 我狗拿耗子 你帮我告诉庄北 我送他妈项链 是当时情势所逼 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 我 唐灿 绝不会拿自己的钱 贴补男人 那你自己跟他说啊 我不会再见他了 省得他自作多情 回来啦 你怎么了 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 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 他不是 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 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 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 全是自己赚的 自己打工赚的 真的 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 我追问他 他才说的 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 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 比灵霄过得好 所以起码生活上不用吃不完 但现在看来 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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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声明啊 我没偷听 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 二里地外都听见了 对 我之前老几对贺子秋 那也不能怪我呀 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 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 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 对他客气 他才不说的 那又怎么了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吃吗 好 永远道歉都是这一套 有用啊 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 再说 我一个失恋的人 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那个中卫学长真就算了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 再说 就凭我这外在条件 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 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 我没当真 你们看 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烟熏妆 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 代表黑化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清香炼 散财童子 姐姐 你说我们吃烧烤还吃火锅呀 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都行 我们吃火锅吧 这家有喝牛切片 以后我们工作室要花样光大 我们要大气一点 请大家吃点好呢 也是啊 那我们吃火锅吧 尖尖的两个哥哥 律师朋友加上齐明月唐灿 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好吧 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 姐姐 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 天天摸鱼啊 是啊 廖老板 你得抓紧时间创作 张爱玲曾经说过 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 但是每一次的收获 她必须努力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 我看我是好久没有叼官二爷了 感觉官二爷都不照我了 我去选块料 李老板说话 怎么跟我阴阳怪气了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 干活干活吧 今天早点下班 好 同志们 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简单说两句啊 我们工作室呢 开业至今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然后这一次呢 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 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 而且呢我相信啊 终有一天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每家每户的床头 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热烈鼓掌 大家气氛不够热烈啊 来来来 喝酒 我们喝酒 来 来 我陪你喝 来 董事 谢谢 月亮 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那个求助者 要是想离婚的话 我给体育法权务 真的吗 但我感觉他不太想离婚 就是想下午下午他老公 让他回心转意 没事 没事 到时候有需要找我就行 谢谢学长 干嘛呢 人家还吃呢 没事 我都吃点 贺子清 你干嘛要老牵我东西 你跟零件件旁边开着去 不是 这锅里还多的是你的夹呗 我给林娇姐啊 你是不是都有处 我为何想有这样的哥哥呀 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 你的男朋友可想要吃醋了吧 有这样的哥哥 让男朋友干嘛 你没跟你妈说 别再去我淘宝店下单了呀 我妈要去下单了 不好意思 我回去跟她说 跟阿姨说清楚吧 让她申请退款 就这样 我记得他们把你钱获得 贩贩 你不能把你钱这盖 你怎么把这盖子大根损了 你的人贩,你不要乱打,我去把你想想 我怎么要去把他做了 你会把他做什么 你不想要去做什么 因为你长得像征换我爸 我才对你有意思 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 我给你妈 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 脑子不清楚 你别有压力 我很多人追的 你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 你这么漂亮 肯定很多人喜欢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 我还是来了 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 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 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吧 你难这么想 我还跟她轻松了不少 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 行 那你先去洗手间吧 我先回去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到底是觉得我哪里不好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 真的 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 这样啊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很文静 乖巧 露露大方的 干着少许玩我的工作 下次带双一起玩啊 等等吧 我还没表白呢 那你得抓紧啊 小心磨磨蹭蹭 被别人抢走了 走了 我会的 加油 祝你幸福 去吃你了 我去看到我 那你得干什么呀 你得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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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又得干什么呢 你得干什么呀 你得干什么呀 李老板 非常地劲爆 这要是大家都看到了 非炸了锅不可能 算了算了算了 我都再说吧 你看这大V转发量这么高 一会儿就上热搜了 那还是瞒不住的 不是 这是咱们来说不好 你们到底说什么呢 分享给我们看看 急死人了 就是 你赶紧的吧 分享来给大家看看 那李老板 我就用我学姐的手机 分享朋友圈了 快快快 你别磨叽 快一天到晚了 我们进去 好 放了吗 好 放了 我来看看 李老板 你这 是脚踏两只船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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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说清楚 这个傻子 树洞都写得那么清楚 家里开面馆 楼上邻居家的哥哥 被他妈抛弃的小哥 这个组合不会有别人了 我早就跟他说了 跟两个哥哥说清楚 他非得拖着 他早就跟你说了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 而且你知道了也不告诉我 不生气不生气 我们回去慢慢说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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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 算是真正的兄妹吧 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 你说的是我妈跟爸 结婚之后的情况 但事实上呢 我跟李贤贤 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爸不把你当亲孩子养吗 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 你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 把李贤贤从坏人手里 抢过来的 邻居们都看到了 李贤贤给我爸敬了茶 我们拜了天地 跟婷娃娃亲有什么区别 娃娃亲 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 那我算什么 我还童养夫呢 我从小就跟李贤贤 睡在一张床上 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以后不在一块 那是不是天打雷拼啊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 他是把你的儿子养 还是女婿养 你闭嘴吧 你问问你妈 你要是跟李贤贤在一块 她能同意吗 我跟谁在一起 不需要我妈同意 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好 当事人同意 那太好了 那我告诉你 李贤贤对于咱俩 都没有那种想法 她把咱俩都当哥哥 只是对你没有 你醒醒吧你 是你醒醒吗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没来及告诉你而已 你们俩在一块 她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李贤贤 你们俩真在一块吗 你没把她当哥哥啊 不是 小哥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 你就选她不选我呀 你别吓她 都这么宝贝了 我就问她一句就是吓她了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都不要我呀 为什么都不要我呀 我说是谁 你现在的事用来的 你还是要做什么 你会让他在家里面 我发现她的事为 我都不知道她是因为她的事 你不想她的事 是谁 你不是她的事 她会让她回去 我发现她的事 她可以这样做 她的事 她还不太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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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偷跑过来的 人生没意思 没意思 没意思 天怎么亮得这么快 不管昨天分上了什么 今天的太阳照常生气 不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你那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没被你选择的那个人才比较可怜吧 你为什么选择林霄啊 你小哥虽然不是富二代 但还是你小哥比较好吧 那他如果要是选择了贺子秋 林霄岂不是很可怜 而且林霄怎么不好了 林霄很好 但是谈恋爱是两个家庭的碰撞 他要是选择贺子秋的话 可就没有薄熙关系的问题了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 我要是男人 我也选择李姐姐 你也不选我呀 我怎么选你啊 就你妈跟我妈之间的碰撞 我们俩小夫妻的日子 最多三年就得离婚 到时候还要争抚养权 我妈是不会让步的 我妈也不会 行行行 你们都是女的 月亮 咱俩一起做渣女吧 我们去小村门口吃面吧 不去不去 来 我们去里边店家吧 行 我想吃你书厕的面 过来 行 早 快点吃吧 我一会儿凉了 谢谢啊 麻烦你了 要不吃完再走吧 不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 那你忙 你忙 小哥 怎么了 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啊 为什么好生气呢 为什么好生气呢 你男朋友来了 走 我不想跟你说话 吃饭吧 吃饭吧 什么微博 怎么会是我呢 我们家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少数吧 真的不是我 我先不说了啊 工作室来人了 拜拜 这这么明显是我吗 谁啊 我高中同学 一会儿 八百年都不联系了 就你们家这种神奇的配置 全中国还能找到第二家吗 我知道你现在是很头痛啊 但是呢 我还是要说 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我一定苦恼死了 你说两位哥哥都这么好 我到底该选谁呢 当然是选子秋哥了 为什么呢 他是富二代 结婚的话 一定得选个有钱的 虽然呢 凌霄哥做医生 以后也会很有钱 但是比起家庭有钱 他还是差得远了 可是凌霄很帅啊 帅又不能当饭吃啊 可是你那么帅 我怎么看着你就不饿了呢 我看着也挺撑的 你怎么回事啊 李婧妇 我们的保体授权费到了 好快 好快 好快啊 我也不要音乐呢 太好了 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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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去买了那双 限量版的球鞋吧 谢谢宝贝 但是我觉得 我们先应该拿出一部分钱 用来做宣传 薛姐 我的那一部分钱你先给我吧 我有急用 我现在给你转啊 不是 不是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 这宣传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 做好 做大得好 我们就必须 老板 你说 如果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个事 我就让你走 明白吗 明白 很好 干活儿去 晚上刷完牙一定不要吃糖 更不要含着糖睡觉 好 下来吧 医生叔叔的话要好好记住 吃完饭后 一定要用那个树口水哦 知道了 林响 林响 看这个 这篇树洞的文 是李健健发的吧 是你们吧 不是 肯定是 绝对是 你们家原来是这种情况啊 那你从新加坡回来了 你妈呢 我要是你 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憋不住嘛 我太激动了 你们的经历也太精彩了吧 我不觉得小时候父母离婚 被工作忙的爸爸 竟然在邻居家里 高中毕业后又去新加坡 照顾出车后的母亲 这件事情很精彩 起码我本人不觉得这种经历 可以称之为精彩 那个 林响 妈 林香 我在找你們大學附近 那家黃麗塔的店 到底在什麼地方啊 在路口 從牛肉麵館那裏拐進去 就能看到了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那行了 掛了啊 再見 喂 幹嗎啊 媽的最近怎麼樣 她就神經病啊 還能怎樣 不過是有正常的咪丟丟 好像心情還不錯 昨天還去請朋友吃飯 今天又去逛街買東西 家都要被她敗光了 你放假了吧 在家不要惹她生氣啊 聽話一點 不要整天跑出去跟同學玩 我跟你說過沒有 知道了 啰嗦 要不然是你來管她 掛了 來 送你的甜品 今兒這麼大碰 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不要太感動啊 昨天賣剩下的 不用客氣 子秋 你沒事吧 我有什麼事 我挺好啊 好 沒事就行 我就問問你 怕你鑽你腳架嗎 你兒子還看我笑話呢 趕緊給我滾蛋 赫子秋 你有沒有點良心啊 我是關心你好不好 我只好約了人在這兒 給你增加點人氣 省得你這兒倒是倒閉了 那抱歉讓您失望了 我這兒還撐得下去 而且我馬上快有新品要上市了 明月 這兒 你約了她呀 不行嗎 學長 我請學長來做法律諮詢 行你想喝點什麼 點過了病打鐵 行那你們先聊我去忙了 好 坐吧 學長我約了劉女士下午兩點 不耽誤你吧 不耽誤我這材料在哪兒寫都行 正好我的稿子也沒寫完呢 明月啊 你有沒有覺得這 漸漸選擇了林霄以後 這子秋也太難定了吧 是啊跟沒剩人一樣 早上還過來給我們做早餐呢 也是啊 這再怎麼說 這李叔也是她吧 總不能求愛不成就翻臉吧 所以那老花說得對 男人的脆弱啊 都在深夜裏呢 但是他們從小一起長大 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我覺得可能真是因為 從小一起長大了 眼裡才看不到別人了吧 也對 但是看著她這麼隱忍 還挺心疼她的 沒事大老爺們嘛 給點時間就好了 你們家咋去 謝謝 其他你們自便吧 我先走了 回家見 好 好 對不起啊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 幹嘛 我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我沒騙你 我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跟你一樣我也沒有人要 行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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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什麼也沒有啊 謝謝你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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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小哥 小哥 你跑這麼快幹什麼呀 你從哪裡撿那一條狗啊 外邊 外面哪裡 哪裡從旁邊 就撿回來了 勸我一樣沒人要 挺可憐的 我看看 是挺香啊 這眼睛這鼻子 跟你一樣可愛 這跟誰學的 說話跟那個渣男一樣 渣什麼男 我在逗你開心 你逗我開心 要我覺得開心才行啊 你不開心啊 我不開心 你這幾天都幹嗎去了 都這麼晚回來 沒幹嗎呢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 怎麼不說話呢 怎麼不說話呢 不想說 說得你更不開心 你說 不說話不習慣 你到底打算繼續跟我 營營過期多久 而且你什麼都一個人撐著 你寧願借銀行的錢 你都不用我的錢 我們還是不是一家人 說這麼傻話的 你倒是 我一直覺得有血緣的 不一定能成為家人 但是互相珍惜愛護的人 一定可以 那不就是得結婚嗎 結婚那只是暫時地成為家人 一旦不再珍惜和愛護 那還不得離婚 就像赫梅阿姨和趙華光 還有林爸和陳婷阿姨 他們不就是陌生人了嗎 甚至在你心裡 趙華光都不是你爸 咱爸才是 如果仗著是家人 就隨意怠慢的話 那再見人的感情 也會變得脆弱 就像風篆那樣 你把他放出去了 不管不顧的 任由他在外面風吹日晒雨淋 那總有一天他的線 都會斷掉 你和哥走的那幾年 我們不是就差一點 就差一點就斷了嗎 問題出在哪兒 我們倆沒回來 不對 問題出在 我們沒有把自己內心的真實 告訴對方 而這個真實的部分 除了人生的快樂 還有人生的痛苦 如果沒有痛苦做比較 那快樂就會毫無意義 這話我在忠叔軟的 微博上看了嗎 嗯 這是我們思辨後的總結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就是不願意把我不開心的事情 跟你們說 讓你們也不開心 我擔心你我才會不開心 你都不理我 我的心好痛哦 真真的真的 我的心就是一顆玻璃心 很容易就霸氣就碎了 我經常自己都在想 我的小哥一個人在默默地受苦 把自己綁在那個道德的十字架上 我的心就開始花花流血啊 瞬間我就覺得 這個人生毫無樂趣 哎呀 你幹嘛 又開始胡說八道 怎麼就人生毫無樂趣了 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你看你從哪兒看 每天我都見不到女人 我從你馮友軒看啊 你看你工作室 分享那個什麼 吃那麼大一份飯 餵豬都用不了那麼多吧 你看你看你 你對我一點都不好了 你果然從小到大 就想當什麼女婿啊 喝酒 你要凌霄不選我 我就不能低沉兩天 我要是跟個沒事人一樣 開開心心的 這不是神經病嗎 也對 那那你打算再低沉幾天呢 你也不你不理我 我很難受的 我渾身都撕腦了 我不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是什麼意思 到底幾天啊 你笑什麼 你笑又是什麼意思 老 whit Cut 不要哭 那個黄文竹 這魚車 這魚車 開門 什麼東西 還是把這魚車做的好吃 好 咱们约法三章啊 你今天你给我记住 第一 要公平对待 不能厚此薄彼 第二 如果你的男朋友 跟你哥哥那矛盾 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 第三 如果你男朋友 我对你不好 哥一定揍的 贺子修 拿啊 这场对